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展望 昨天一位铁粉打球打的这两天有点迷茫了 不知道怎么样出根了 不知道怎么样出根是对的 那么我把我的出根方式分享给大家 大家看一下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对不对 别说用了展望这种出杆方式 你打的还不如以前的 那你就别看了是吧 那怎么样去出杆呢 首先我的出杆方式 就是说首先运杆 前停锁定白球点 这回的时候 我是用小臂把球杆拖回来 用小臂把球杆拖回来 然后利用小臂的力量 击打然后出去了 但是有部分家人们 他们是怎么样出杆呢 他出杆的方式 他就是说这运好杆了 同样用好杆了 回他是用手指 他是用手指把球杆拽回来 当用手指把球杆拽回来的时候 那么你需要控制的力量 有四个力量 手指手腕小臂大臂 四个力量 然后出杆这样的去控制 但是我觉得 这样控制四个力量 咱们也没到那个级别是吧 控制四个力量确实是有点难 因为经常有一些球 多么难的球也能打进 多么简单的球也能掉 我就觉得是这个原因 因为控制的力量太多 出杆的方式就是说有点不稳定 那么为什么我要把这个球杆拖回来呢 大家看啊 运好杆了 回 那么拖回来的时候 我这个手指上和手腕上是没有力量的 力量来自于小臂 小臂这块的力量把球杆拖回来 那么拖回来的时候 后停准备好力量是吧 出 出是拿哪出呢 拿小臂这一块的力量去除 用小臂的力量这一块去除 那么小臂带动了手腕和手指 这个手指和手腕它是不主动参与发力的 是经过小臂带动然后出去的 那么我需要控制的力量是哪了 我需要控制的力量只有小臂 手腕和手指我就不去控制了 都是自然的 对吧 回 杆回来了 把球杆拖回来了 出 如果说是利用这个手指啊 把这个球杆拽回来 当你拽回来的时候啊 一出去的时候啊 那么拧杆的动作 我就觉得你已经也出来了 是吧 因为你要用手指来控制这个球杆嘛 啪 出去了 那么我的除杆方式 大家刚刚才跟大家已经说了啊 小臂是吧 我把球杆 哎 拖回来啊 大家能理解这个拖的意思啊 拖回来 而不是说用手把球杆拽回来啊 拖回来 准备好力量 除 这个就是我的除杆方式 大家可以那个 看一看啊